好 当然您会发现在墾丁呢 其实也有不少的出租沙滩车啦 以及吉普车这一类的业者 不过我们来看看其中这个业者 他是从民国96年开始 陆续欠了将近30万元房屋税跟牌照税 尽管曾经几度被催缴 就算是查封他的房子 他还无动于衷 行政执行署最后就祭出了霹雳手段 在228廉价的前一天 查扣他的四辆沙滩车跟两部吉普车 终于让欠税的这个人乖乖的缴清税款 执行署出动了大型的拖吊车 要把一辆一辆的吉普车和沙滩车给拖走 不过这些车辆可不是违规停放 而是出租业者拿来要租给游客赚钱用的 不过因为业者激进了近30万元的税款 不肯缴一拖再拖 行政执行署就选在了228廉价前 要把他的身材工具拖走 看他要不要把欠的税款缴清 最后他觉得说他的营运会受到影响 所以就没有多久就来做一个矫情的动作了 飙沙是肯定著名的活动 但业者7年来积欠了近30万元的房屋税 牌照税以及染料税不缴 民国99年房屋被查封拍卖 他也不怕 因为土地是租来的 难以标售出去 行政执行署最后才决定在228廉价前采取强势作为 有一个继续营业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们这部分有 只卡扣了四台的沙滩车跟两台的吉普车 总共的四辆沙滩车和两辆的吉普车被扣 连续三天假期没有办法做生意 损失很惨重 因此业者马上从恒春赶到了屏东 乖乖的缴了基线 已经很久的税款 另外再加上了一万七千元的脱掉费 这才把车子输回来 记者张春华屏东报道